蛋仔派对小红点的秘密 伙伴们 伙伴们 快看看你们的游戏中出现了小红点吗 哦 如果出现了小红点呀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的游戏中有小红点呀 小伙伴们 在蛋仔派对中 所有的人都想要蛋壁 因为我们想要获得任何好看的皮肤都需要蛋壁 对对对对对 例如大灰狼需要800蛋壁 你们看 好多人觉得蛋壁是最重要的东西 伙伴们 其实啊 最重要的东西是蛋仔派对中的小红点呀 小伙伴们 来到蛋仔岛你们有没有发现游戏中我们有活动 任务 商城 盲盒 手册 和热销 好多好多的选项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些选项上面有的出现了神奇的小红点 小红点就是蛋仔派对最珍贵的东西 哦 小伙伴们 我先统计一下大家 你们的游戏中有出现小红点吗 如果出现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的游戏中有 小红点呀 小伙伴们 我说游戏中出现小红点是最好的消息 是因为啊 伙伴们 无论我们哪一个上面出现的小红点 都预示着老官方在给我们送奖励 不信你们看 我领到了一个失恋的骰子 对吧 我又领到了100瓶盖 并且啊 伙伴们在每一个小红点上面都有礼物送给你 你们看这里送给了我10个活跃度和200瓶盖 所以啊 伙伴们 游戏中的小红点就是官方在告诉你好消息啊 所以小红点是最珍贵的东西 你们知道了吧